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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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精彩表演的也都是我们第二季单期的冠军 我们的银化筒的获得者 今晚他们向自己的梦想将会进行最后的出发 祝你们好运 本栏目由节能冰箱领导品牌 荣生冰箱独家过名播出 荣生冰箱质量保证 在决赛开始之前 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下本场的五位评委 让我们欢迎 郭峰 江超 独海 恒月 曹颖 欢迎我们的五位评委 那今晚我们的六组选手 他们将会通过现场抽签 决定自己的出场顺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位将会登台挑战的选手 就是你了 来 第一位登台挑战的选手是 于丽菲 小鱼你好 又见面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大洲石桥的选手于丽菲 很开心 有点紧张吗 今天 对 我知道有紧张 我知道这个小鱼啊 就报名参加越战越勇 就好多次 好久报名就参加不上这个节目 对 你不想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你不是一个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们越战越勇的标志型选手 就是无论从你的气质 你的职业 你的长相 你的身世 你的故事 等等等等 不符合我们的标准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心中标准的 越战越勇的选手形象 来 掌声有请 我培养出来的 越战越勇选手 钱小树 有请 主持人好 你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评委们 老师们 大家晚上好 掌声欢迎 我叫钱小树 今年三十岁了 首先这个形象 气质 特别的朴实 今天就这么上来的 哎呦 您提醒我了 主持人 我给主持人带来份礼物 我们家乡的特产 第一件事 送特产 对对 来 给您送一尼一部手机 家乡特产是手机啊 对 好 这个送完东西了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就聊聊 家里的故事 好不好 你说什么 主持人 讲一讲你家里的故事 我家里的条件 特别的困难 从来没有人支持过我的梦想 就那么一个人支持你的都没有吗 没有 从来都没有 别那么激动 那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爸爸妈妈离婚四十多年了 等会儿我捋一下 你今年三十岁 你爸妈离婚四十多年了 离得早啊 今天对于孩子来讲 登上了越战越勇的舞台 父母是很高兴的 所以今天 钱爸爸也来到了现场 掌声有请 千小树的爸爸 谁演的 谁演的 钱爸爸你好 杨阳老师你好 这个镜头给个特写 钱爸爸皮肤不错 钱爸爸今年高寿啊 二十二 那是我的养父啊 不知道谁养谁啊 钱爸爸有什么话要对孩子说 我不是不支持他 我就是觉得吧 他做的这个工作 他养活不了自己 不是什么正经的事 爸 别说了 爸 谢谢感动 儿子 保重 在我们的舞台上 展现了父子之情 我们看到 今天小树 穿着这样的一身 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是大家知道吗 小树曾经很不容易 是 在我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有很多人都不支持我 甚至是歧视我 鄙视我 更有甚者都会辱骂我 但是在这条道路上 我要感谢帮助过我的很多人 那这样 那我们就对着亮红灯的这台机器 说出你最想感谢的那个人 说给他听好吗 好 曾经有一位姓何的先生 就是因为他帮助了我很多很多次慷慨解囊 何先生 谢谢你 真情实刻 真情告白过后 请回头 何先生 不是 何先生 你这拥抱方式怎么那么特殊呢 刚才是不是给你手机 是啊 我的 当然了 这个属于培养食物 来 再请回我们正经选手 来 所以刚才不知不觉 我给你示范了一个反例 千万不要向他学习 不会 当然我还得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余丽菲 在上期节目当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主要是讲的他和他老公的故事 老公比他大16岁 对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最开始是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小两口在这个饭店 在这个婚宴的现场 没有任何一个亲人 到现场送去祝福 这是两口子的一个心结 然后转眼这么多年过来之后呢 日子过得很好 挺幸福的 所以家人在得知两口子 来参加越战越勇的时候 也来到舞台上送上了祝福 特别在上一期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给你们一个小惊喜 现场主持了一个婚礼 对 那次真的是太让我意外了 情绪好像一环 接着一环 我情绪都调整不过来 然后再后来老公求婚 真的是 是我一直以来 别哭 幸福的时刻不要哭 觉得特别的幸福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上时你看你家人都来了 那一瞬间是弥补了你的遗憾吗 对对对 其实我在给别人主持婚礼的时候 我还在怪人家 我说不就是老公求个婚吗 你为什么要哭呀 没志气 我心里是这样说的 但是那次当我的老公向我求婚的时候 我真的也是被感动到了 是这样啊丽妃 我觉得从上一次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我们的那个婚礼开始 不愉快的那一页就翻过去了 我特别想知道参加完节目之后 然后私下 这个你们在相处的时候 那个关系啊 爸爸妈妈 特别对女婿的时候 这个态度有没有变化呀 回去之后就是 也算是小批评吧 就是给我说 你们打电视怎么怎么回事 也不管我们的感受 你们就走了 怎么怎么的 然后老公这块也是没有反驳 那就对了 对对对 他们要的就是 他们爱你 希望你能够感受到 他们对你的爱 然后你能够重视他们的情感 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的情绪 就是 所以说到后来 老公也没有反驳 反正你就 你想怎么解析 你就怎么来 我都接受 爸妈开心吗 特别的开心 所以你看 有的时候我觉得 你们也算是给电视机钱 可能跟你们有同样问题的一些年轻人 或者爸爸妈妈们 也算是做了一个榜样 对 不见得非要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才能解开这个节 对 作为咱们年轻人 做子女的 你主动打个电话 主动跟爸妈稍微低个头 养育之恩 对吧 爸爸妈妈没有 不会记恨儿女的 你看不是很好吗 很辛苦吗 对对对 就是 当然我说过去不愉快的那一夜 都通过越战越勇翻过去了 今天是崭新的一天 在丽妃唱歌之前 我看老公和孩子也在现场 对 上来给太太一个鼓励好不好 来 好可爱 老公这回上台都比上次自信了 杨老师好 因为岳父岳母那关过了嘛 就自信了 对 听说那个小女儿还会才艺 对吧 你也会唱歌 你给大家唱个歌 来跟妈妈一起唱好不好 小燕子 穿花衣 明明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为啥来 燕子说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不错 不错 多登台 有一天超过妈妈 好吧 你给妈妈加个油吧 一会妈妈要唱歌了 好好给妈妈加油 妈妈加油 接下来 我们把舞台留给余丽妃 加油 谢谢大家 二风轻转无悔 那春天一来里有些河滴坠 大地从梦幻中心来开出花魁 鲜让人相丢都相激来渐渐飞 春天的芭蕾 灿烂的木蕾 啊 来着旧不辞 无法随 有一群传箭的梦门 叶世门的容颜寸门 借借沉口 借窗无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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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送给丽菲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出签 接下来即将登台挑战的选手是张绕 三十岁的时候 爸妈离婚了 第二个爸爸 对我妈不是特别好 别人吵架呀打架呀 所以妈妈的第二段婚姻也不幸福 对 十五岁的时候 然后 听到我第三个爸爸 个子不高 但是为人很亲切 他给我买了一套衣服 因为从小到大的话 父爱比较少 所以很感动 这个爸爸不仅对妈妈好 对你也特别好 是吗 对 我不知道在家的时候 张绕会怎么称呼 廖叔叔 如果爸爸这样的一个称呼 会带给你以前从未感受过的那种爱 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愿意 廖爸爸 掌声有请今晚的二号挑战选手 张绕 大家好 我是张绕 我来自四川省乐山市 上一期节目参加完之后 很多人说 说这个张绕啊 你别看这个个子不高 歌唱的真棒 而且还有活力 但是 也有很多人 给我反映了一些你的缺点 但我不知道说出来 你会不会不开心 不开心我就不说了 你说吧 就是说啊 你唱歌的时候没有表情 没表情 你比如说你上次唱的什么歌 花火 你再来一句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 停 你看 音色多美 表情不行 你这么唱歌 这么唱一辈子都出不来 杨芳哥给你辅导一下 你这样 来 上道具 首先呢 假如说你一下找不着那种表情的时候呢 你借助一些道具 这是柠檬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想唱杨坤的歌 你就吃口柠檬 看着都酸啊 无所谓 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 无所谓 谁让谁憔悴 接受这种道具 接受这种道具 来 来 再给我拿一样 比如说你在想唱腾儿的歌的时候 你就可以吃一口辣椒 你知道吗 我爱你 剂量不大了 你知道吗 再拉一点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的家 我的家 再拉一点 我的天 我的天 这辣椒还不够辣 作为一个女孩子 你肯定是不能练腾个儿的 对不对 你练杨坤也不合适 这样 你唱一首忐忑好不好 好 这是治疗表情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来 你现在给曹英老师唱一下 我很忐忑现在 白刚才给你示范了 我拉成那样 你都没学会 这样 给你放一下原版的音乐 我刺激你一下好不好 好 来 音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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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真烫 恭喜你 你现在已经掌握了唱歌的全部秘密了 已经没有什么故事和技巧可以分享给你了 接下来请开始你的演唱吧 不行啊 还得讲讲故事 上次来节目 主要是给我们讲了一个他和爸爸的故事 而且他的这个爸爸并不是张饶的今生的父亲 对 因为张饶之前也参加过很多的比赛 然后老爸特别支持他的音乐 然后曾经有一个比赛可能需要观众的投票 老爸还挨家挨户的敲门去拉选票 曾经有邻居好像还不太理解 还曾经给老爸身上泼了水 但是老爸无怨无悔 特别支持女儿 对 你看我就简单说了这几句 瑶瑶的眼眶又湿了 没有 参加完节目之后 跟爸爸又说什么了 参加完节目的话 几乎的话 几乎的话 还是会喊他 爸爸 那次在台上才改的口叫爸爸对吧 那你觉得现在在生活中 真正的 从称呼上就改变了 你习惯吗 有一点害羞 嗯 那个爸爸妈妈有来 嗯 有请爸爸妈妈 来 你觉得现在你的心情有不一样吗 很 觉得 其实很幸福 觉得很温暖 有一个家的感觉 有了一个家的感觉 你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了 我听说 嗯 想要过生日啊 前两天 是我老妈的生日 嗯 要不要去准备一下 嗯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妈妈的耳朵不是特别好 今天他们爷俩想给您一个惊喜 你要跟妈妈说什么呢 妈 生日快乐 哈哈 谢谢你 我们一起给妈妈唱个生日歌吧 好吗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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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许个愿吧 您今天过生日了 只要我耳朵 能听见就好了 能听见就好了 这样下次女儿啊 老公啊 再跟您说一些心里话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没有任何的障碍 所以妈妈想耳朵听见 张妈妈 姚姚今天 还给您准备了一个 特别的惊喜 因为 你们俩 您 结婚 在一起那么多年 我觉得 我应该送你们一件礼物 谢谢 让爸爸给妈妈戴上吧 祝你们永远幸福 祝你们永远幸福 祝大家 加油 爸爸有什么话要说 加油 我就走开了 老婆 我爱你 哦 哦 其实她有很丰富的感情 只是不善于去表达 但是我相信你今天做的这一切 妈妈会觉得很幸福 以后这一段录像留着 什么时候一家人拿出看一看 都是一个特别幸福的瞬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你們 谢谢 图中 谢谢 声音乐 声音乐 那是一个秋天 风儿那么缠绵 让我想起他们 那双无助的眼 就在了美丽风景 相伴的地方 我听到一声巨响 春池山谷 就是那个秋天 再看不到爸爸的脸 他用他的双肩 托起我重生的起点 眼中泪水沾满了双眼 不用离开 不用伤害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 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 我想要紧紧握住他的手 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不到太阳出来 妈妈笑了 我天亮 我天亮 这一轮投票 首先有请曹颖 那其实在各自领域 并不是说两位差距有多大 仅仅从情感上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我们听韩红的版本 确实是太有情感了 所以当你那个情感代入不够的时候 我觉得不过瘾 我觉得他会好一点 好吗 不好意思 今天你们两个人的表现也都非常好 但我本人是通俗的 我可能比较偏爱通俗一些吧 其实在两位演唱的效果来讲 都各自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今天天亮了这首歌 我觉得总的来说唱的还是不错 而且这首歌你对作品的理解还是有一定的深度 那在这里我还是觉得张饶会更加好一些 所以丽妃我把这个反对票很遗憾的投给你 我刚才我听了丽妃的这个春天的芭蕾 因为这首歌确实非常难 作为花枪来说 就你的工作本身而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但是你的花枪确实出现问题 就是太喊了 真声太多了 就扯着嗓子喊了 从歌曲的完整性上来说 从他的情感处理程度来说 我只是张饶一下 好吧 我把反对票投给丽妃 希望你加油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张饶挑战 成功 我们把掌声送给余丽妃 加油 接下来谁将登台挑战的 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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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富豪 今年24岁 好多人看各个节目 有人会知道富豪 人静富低生的公子 这个是有一个小尴尬的 之前有时候参加节目 邀请人静富低生 把你儿子给带来 一家三口 那时候有一个歌 叫家 一唱这个歌 有时候也不知道哪个主持人 一爆幕 人静富低生 有请 总把富豪给落下 但我也能说点就是知心话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我觉得就是你其他呀 你看形象 现在个头长得也挺帅 然后音乐素养也不错 唱歌也不错 但是你说为什么 就这么一个小伙一上台 主持人就能把你给落下呢 你没考虑过是什么原因呢 我 这还真没考虑过 没有才艺对不对 这样 杨芳哥给你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才艺 好啊 以后让观众彻得记住你 好不好 上我的大型乐器 这个是大提琴啊 哇 这个好厉害 你说这话就很业余 什么叫做残艺 你会的东西得多 而且得有标志性 观众能记住你 来 范哥 这 不对啊 这大提琴怎么里面翻译小提琴啊 不行 太俗了 这个俗啊 这个观众见的太多了 换一样 给我来点民族的 这个怎么样 葫芦斯 这个我长大了之后 不看葫芦娃 我也不练它了 你有没有拿得出手的富豪人 这是什么人 我这没了 我现在就这些小鸭子了 就是他 这个 对 对 哎呀 天哪 这找的就是我 我要拿什么箱子 这就是什么呀 这都不知道是什么 这叫陶笛 陶笛 我还第一次见长成这样的陶笛 一般就是那种圆笼笼动的 虚心点啊 谢谢哥 哇 真挺啊 进水了 嗯 哎呀 好厉害 这叫什么 这叫苦笛啊 还叫什么 陶笛 苦笛 这歌挺熟啊 哎呀 哎呀 你这是陶笛 你这是长笛 我这个是长笛 那咱这是一个颗的 这陶笛 长笛 我这也不比试你那个乐器哈 咱们俩能不能合奏一下 霸动双笛 好 双笛使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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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 队长队长队长 富豪现在更多是制作这个影视的音乐 对对对 就是除了做这个歌以外呢 也会去做一些就是电影后期的音乐 那这是你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吗 对因为我觉得当一位好的歌手 是我还是我最大的这个梦想 其实好多歌啊 包括评委老师的歌 拿到富豪那一唱 马上就给你改得很时尚 这个足海老师的歌能唱吗 会啊会 你是谁 为了谁 我的占有你何时归 你是谁 为了谁 我的兄弟姐妹 不流泪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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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富豪 他特别小的时候 我见他的时候 他应该不到十岁吧 那个时候 对 就是特别特别小 所以你说你今天严重打击落 我突然觉得自己老了 没有 而且你知道 我跟富豪是有仇的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有一个明星羽毛球队 我自己自认为自己打得挺好的 一直以来也是杀了不少的对手 结果他爸爸妈妈说 让我儿子陪你练 我想那来嘛 我居然打不过他 真的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跟他结下了深深的仇恨 就是小时候特别胖 然后我爸妈就说 哎呀 这么胖怎么办呢 你就去跟他打打球 我从刚才 那为什么打完球之后你瘦了 然后我胖了嘛 因为我打不过他嘛 但他打球真的挺好的 这是体全面发展的一个孩子 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曾经一度认为吧 你会走这个运动员的路线 因为你老球打得特别的好 因为你爸妈妈妈都是这一行嘛 我以为你 你会觉得有压力 会选择不跟他们同行 结果没想到你扛住压力 还是想要做音乐 打球一会儿是我考学的那一年 是考那个中央音乐学院 之后上了音乐附中之后呢 我就开始去喜欢唱歌了 可是你走到哪儿人家都说你是副地生人静的儿子 你不觉得有压力吗 是 就是压力非常大 刚开始就是可能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呢 会觉得哎呀无所谓嘛 反正我现在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写的挺好的 然后以后肯定比他们火 就是又过了几年之后呢 我发现越来越难了 现在当然也是坚持着写歌 因为我觉得有好的作品 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还是很有用的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 新二代你们多好呀 你们好发展 爸爸妈妈都是这一行当的 其实反而更难 因为前面总是有一座山 我老是爬不过去的感觉 如果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 你有了一点成绩 别人就会说你看富豪多棒 怎样怎样 可是现在当你有点成绩的时候 大家永远会想着 只要你没有超过你父母的成就 你永远会被称为 父弟生仁静的儿子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 富豪真的有朝一日 你也能够作为一个 能够引领乐坛走向的一个人物 好吧 希望你加油 那接下来呢 证明今天你就是你的时候到了 好 好吧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富豪 好 加油 谢谢方先生 我看着你走远 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 我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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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荡的房间 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 我们的爱 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 如果爱可以重来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想你的眼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想你的眼 求你让我在爱你一边 当爱才回到原点 好 来 我们也请回当前的类主张饶 有请双方来到梦想挑战区 请放上话筒 操影 那这首歌 富豪的那个情感 尤其到后面的那些高潮的部分 真的是能把我带进去 所以我是支持他的 对不起 富豪你好 你的声音其实有 有很多地方比较紧 不够松弛 然后在我听起来 你的真假声的亮点 就会有一些牵强 有些牵强 有些牵强 所以我觉得对于你们 刚才这两首歌的我的感受 我觉得 张饶的天亮了 会给我一种很让我感动的感觉 我把粉笔的表录给你 富豪 富豪 你对音乐的音准节奏 乐感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能感受得到你想表达这首歌的情感 但是我觉得 在你的声音去处理这些情感的时候 有一点点跟不上 那么从二位演唱的效果来说 整体的完整性 听起来可能我觉得张饶会更加完整一些 所以很遗憾 不好我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我是这样的感觉 我是这样的感觉 现在就是说 可能有点看法上的分歧吧 在这个两个人的比较上 我觉得从歌曲的难度来说 还有从情感方面 我觉得富豪要好一些 我支持富豪 其实张饶今天的这首歌曲 我觉得技巧和整个的他的张力 还是很到位 那我觉得有可能在这个 你的声音的状态上面 有可能会稍微的差一点点 特别是后面的部分 我是觉得应该给力的时候 好像是我心里面没有跟着你的 那个感觉 能够把这个力量给出去 所以很遗憾 张饶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但是你也唱得非常好 希望你继续加油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富豪挑战成功 那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这个 我身边的小个子女生张饶 也希望张饶加油 好 还有三位选手没有登台挑战 接下来谁将应战呢 即将登台挑战的选手是赵军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 当时部队的发展 当时部队的发展也特别好 但是因为妈妈生病了 然后我觉得应该在我爸妈需要我的时候 回来照顾她 家里的负担很重吗 爸爸 我爸那个时候 在家里赌博 欠下了很多钱 就是每次过年的时候都有要债的 所以就要更要回到爸妈身边 对对对 然后你来承担赚钱养家的这样 还债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是的 是的 在我里天下朋友之多 妈妈我只有一个 终于 我都回来退伍 我都对不起你们这里 没事 其实我退伍回来呀 怎么说呢 我从来没有在我爸妈面前讲 后悔过 但是呢 我特别热爱部队 也特别热爱那身军装 所以我退伍的那一年 脱下军装的时候 真的特别适不得 杨帆哥好 评委老师好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又见面了 今天很漂亮啊 这个赵军 上次来到我们的 《越战越勇》的时候 唱了一首歌 让我们评委啊 让我们观众非常非常的感动 包括我本人也很喜欢 其实那期节目呢 播出之后 我也反复的看重播 我也想 就是 能不能给你提一些建议啊 嗯 好 我发现基本是完美的 但是如果非要挑毛病的话呢 也能挑出一点点 嗯 我觉得就是歌曲啊 还不够走心 就是有些动情点 其实还没有投入到这个作品当中去 那杨帆哥你教教我 那我给你示范一下 好 那我就为大家演唱一首《忘情水》 好吧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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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帆哥你刚刚喝的太快了 我没太看清 你能再给我演示一下吗 选手理解的慢一点没关系 啊 啊 这怎么变成扎疲悲了 怕你忘不了吗 啊 啊 给我一杯忘情水 还我一生不伤悲 就算我会喝醉 就算我会心碎 不会看见我流泪 谢谢 谢谢谢谢帆哥 找到那种感觉没有 我找到了 问一下横月 你也没看到我找到那种忘情水的感觉 我刚才也好像也忘了 我看的不太清楚 如果再喝一杯的话我就能记住 哈哈 哈哈来了 这不是装酸梅汤的杯子吗 哈哈 这喝完 我连自己爹妈我都忘了吧 哈哈 快点了 啊 哦 哦 哈哈 这样 不示范了 喝不动了 我们还是正儿八经的问问题啊 我发现我在看之前你上一场比赛 包括我现在看到你本人 就是你在台上站的那个站姿啊 我能感受到一种军人的感觉 就是很多曾经当过兵的人 总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是个兵 对 就会有这样的情节 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离开部队以后 心里面是不是有点舍不得 会常常想念 特别舍不得 包括我现在 有的时候就经常做梦 梦到部队 梦到部队的生活 我最舍不得的呢就是 部队的那是军装 然后还有 我的女兵排排长 排长 对 她当时对我特别的照顾 我新兵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冬天嘛 然后每次晚上睡觉 也没有暖气 就是缩在一坨 特别冷 当时她就半夜里起来 给我盖被子 就这件事情我就是一直记在心里 对她来说 你们每一个新兵都像她的孩子一样 对对对 虽然说她比我大两岁 但是就像 就像妈妈一样那种感觉 特别温暖 对 那你退伍了之后 还有跟她联系吗 退伍的时候呢 她就主妇我就说 如果说你退伍回去以后 有什么困难 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一定要告诉我 我退伍回来那一年 比较迷茫 然后也找过工作 考过一些歌舞团什么的 因为当时身上没钱 我就很不好意思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姐 我说那个 她就说 你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 我说 我现在身上没钱 我说能不能向你借五千块钱 然后她也二话没说 直接就说你把卡号给我 直接给你打过去 你自己都没有想到吧 对 没想到 一般来说借钱这种 就是挺私密的事情 对 你一般会找自己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 为什么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她 因为她跟我的感情特别深 不光是排长 也更是我的家人 在部队当中 结下的那种战友的情感 可能没当过兵的人 真的是一生都理解不了 对对对 所以在你的心中 这份情感更像亲人般的 姐妹般的那样的 是 对 所以说我今天 站在这个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我想 对我姐姐说几句话 姐 感谢你 不管是在部队的时候 还是从我退伍回来 你都一直默默地关心我 谢谢你 姐 我想你 姐 我想你 可以 谢谢你 好 你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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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告诉你 赵军 谢谢 赵军 说出那些话的时候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一个女孩子 你是把所有情感 是会自己控制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我觉得还是见到姐姐的时候 我们三年没有见面了 真的 但是一直说在叫姐姐 没跟我们介绍姐姐 怎么说 她叫张楚楚 是我以前的女兵排排长 张排长好 杨曼哥哥好 评委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张排长 张姐姐也很激动 是吧 很想念赵军 是的 因为我刚刚一直站在后面 然后听她说 我特别紧张 然后也特别感动 因为我觉得 我做的并没有这么好 其实刚才 听赵军讲了很多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我就想问 因为她也说了 你才比她大不了两岁 明明是个姐姐 可是在她心目当中 你像妈妈一样照顾她 为什么会对她那么好 我觉得 赵军就是很善良很懂事 然后很能干很清洁 就是每个月发了工资之后 可能别的战士 就会把工资 比如说拿出去买衣服呀 或者买化妆品 但是赵军 他就会把他自己的钱 就是打给他妈妈 然后他经常 就会给他妈妈打电话 妈妈你需要什么吗 妈妈你那个 我给你买个衣服吧 妈妈你这个月就是 我给你打点零花钱吧 然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部分 他就会自己存起来 就是留着学习用 所以我觉得就是 她的这种精神让我 就让我特别感动 我觉得我就是 就是想对她好 所以能够感觉出来啊 拍掌当时真的是依依不舍 但是她特别理解你 因为你选择的理由 让别人没办法拒绝 因为是为了家人 为了爱 所以我相信 当分别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对于姐妹俩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依依不舍吧 是的 退伍的前一天 就是她跑到我房间 她说 姐 那个明天我退伍 她说 你帮我摘兼章领花吧 她说 帮我军旅生涯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说行 我说你别哭 我说你别哭 我就帮你摘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然后 本来是说好的 但是当就是 站到她跟前的那一刻 然后就是五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就在眼前 就是一幕幕的就是那种重现 我们一起熬夜排练 然后一起负重拉链 一起养猪 一起挑粪 然后一起半夜里 就是打着手电筒 在被窝里偷吃零食 然后一起就是 站在太阳底下 罚站爱批评 然后又抱头痛哭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就是 没有当过兵的朋友 可能不会理解 可能就没办法理解你们彼此之间 那种深厚的感情 对 还有她对军装的那身感情 是的 那今天 你来到现场了 其实之前那场 你也看了她的比赛 她在台上演唱 能告诉我 你看到她在台上 又可以歌唱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看到她现在站在台上 就是表现得这么好 我觉得 张姐你很棒 谢谢姐 你让我们每个人 都值得为你骄傲 谢谢姐 你很棒 所以我相信 跳军也应该充满力量了 对吧 是 最后我建议一下 排长你可以像在部队一样 按照部队排长的身份 可以指示你的兵 接下来应该如何完成任务 对吧 张军 好好表现 有没有信心 有 加油 是 谢谢 是 是你把我养大 撒下多少汗水 是 你啊 只有一句话 风险不易 鞠躬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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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颗心 都捧给你啊 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 我的母亲 我的家相复老 我的兄弟姐妹 鞠躬精髓 我相信这次登上乐战越勇 对于赵军来讲 真的是收获颇多的啊 是是 加油 谢谢范哥 来 接下来请回我们的泪主 有请 富豪 这一轮我们的反对票 首先有请评委 郭峰 赵军你好 今天你唱强的部分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还是觉得弱的部分 还不够弱 富豪今天他的那个感觉 从情感当中 他能够带动我 所以我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希望自己加油 其实呢 我觉得赵军唱的是 还是不错 我只是作为一个流行歌手的喜好 我的 反对票 我也是非常遗憾地投给你 刚才郭峰老师和江涛老师 提到赵军的声音 是千人一声 没有辨识度 其实我不这么看 我觉得赵军的声音 很有他自己的特点 因为作为女民歌的作品来说 不是像流行歌曲 这么能够表达情感 它没有空间 所以如果把女民歌唱的 去打动人 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今天赵军做到了 当然 我觉得富豪唱得也很好 这我都没办法评了 我还是想再支持一下赵军 希望富豪能够理解 我说过 如果两个歌手 一个通俗 一个民族 唱得同样好的话 我会偏爱通俗 放弃民族 因为我本身是唱通俗的 那今天的这两个人 站在台上 说心里话 如果你们唱一样的好的话 我一定会放弃你指使他 但是今天这个局面 不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赵军的报答 真的感动到我了 而富豪你的声音 有一些偏紧 所以我把反对票投给富豪 好 我无比的纠结 富豪多才多也又充满了才华 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我就觉得特别舍不得 很想给他机会 同样的赵军 你知道你在舞台上 永远有那种 战的笔着的军人气质 然后唱这首歌的时候 那些家国的情怀 我特别被打动 那我想我的评判标准 就按我自己的心意吧 因为我想有一个人 非常需要这个舞台 所以我想把这个舞台的机会留给你 我支持一下赵军 在这里祝贺赵军 挑战成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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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巴掌中准备说好 还有两位选手 没有登上我们的舞台进行挑战 接下来登台的选手是 仲晓萍 掌声有请 上一期我就觉得 仲阿姨穿的太漂亮了 这跟今天这身衣服没法比啊 而且特别上期节目当中 您唱的简直太好了 好吗 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呢 就是您在台上一个人唱 略显有点单毛 如果再有些人衬托您的美 就更好 那您 我就有一个团队 真的啊 就是为了衬托我 那就赶紧试探 让我看看呀 示范一下 来 掌声有请我的和声团队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演唱一首 世界名歌 谢谢大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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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首啊 风风火火唱九州啊 嘿嘿嘿 嘿嘿 谁是 半唱 怎么把主词给抢了 看看那歌有点跑题 不太适合 阿姨见笑了 这样我来换首歌 换首流行歌曲 一根小树叶 躲不尽风雨 百里森林勇 并肩乃遂寒 乃遂寒 嘿呀 叶儿呀 路也不平也胜猴 该出手时就出手 风风火火创九州 嘿嘿嘿 嘿嘿 我还是扮唱是吧 刚才阿姨我这个算示范实物 这样接下来给我做伴舞 好不好 好 吹呀吹呀 我的骄傲放纵 吹呀吹不会 我纯净花热 人风吹人 他乱 为不别是我 尽头的张望 吹呀吹呀 我只叫不害怕 吹呀吹呀 无所围绕乱我 你看我再勇敢的微笑 你看我再勇敢的 我看不着词了 对不起阿姨 我觉得这么多年 大家喜欢你的歌 就是喜欢你一个人 在台上的感觉 千万别向我学习 来我们掌声 送给阿姨 欢迎阿姨 谢谢谢谢 我觉得阿姨啊 上次那个参加完 越战越勇 这个儿子有没有看呢 他很开心的 因为 尊尊他好像 这方面他很支持我 因为他也非常清楚 妈妈好像这辈子 除了这个也 没什么喜欢的了 也没什么会的了 也就是 其实我这次到这个节目来 我还蛮紧张的 我还跟尊尊说 我说妈妈不去了好吧 都是小伙姑娘 就我一老太太 后来尊尊说 那是什么 你说开心啊 你现在还想什么 对不对 我想想也确实是 在这里就是开心 那今天呢 对于妈妈来讲 她又站到了 我们越战越勇的 决赛的舞台上 这个时候还是希望 霍尊能给妈妈送点祝福 我们视频连线一下 来 霍尊你好 杨老师是吧 霍尊你好 霍尊你好 霍尊 我脸那么不滑呢 你想我没 几天了 想想想 想到 我想你 特别想 你现在在台上演出的经验 有时候比妈妈要多很多 要不要给妈妈嘱咐几句啊 我了解我妈 我妈比任何人都爱音乐 爱舞台 妈加油啊 今天特别漂亮 美妈 哎呀 哎呀 女神级的 哎呀 要不要再看看妈妈的那个鞋 妈妈今天穿了一双恨天高 看她吗 你再看看我们评委穿的是什么 今天妈妈是力压群雄啊 真的是在采访众阿姨之前我们不了解 说这个阿姨为了你牺牲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要好好对妈妈 对吧 刚刚用你的音乐用你的成绩来回报妈妈 好吧 谢谢 谢谢霍尊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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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您说那个杨凡问您说这个不愿意提是霍尊妈妈这事 说在台上唱歌就唱歌 但是吧 这有个问题 因为之前呢 霍尊刚开始开始比赛的时候 妈妈特别支持儿子 也是因为特别疼爱儿子 到处都陪着 那时候虽然大家还不认识霍尊的时候 你就一直陪着他比赛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什么都陪着他身边 所以刚刚签公司的时候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公司有什么活动啊 我好像就好像很自然的 我就应该去啊 儿子我就应该陪在旁边啊 后来就是通过这一段时间下来 完了自己也知道 姐儿子现在工作啦 在一个公司 你总不能天天跑公司去吧 对不对 给人家笑话的 所以现在我也释然 但是 会有失落吧 现在好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很失落 总感觉 有时候我会跟 在家里会跟 哎呦真真 妈妈好像跟你 好像怎么感觉越来越远了 我们好像现在很少沟通了 所以现在说这话的时候 她其实很在意的 前段时间 她跟公司请假 请了一个星期 我们到张家界 这是她特意陪我去玩的 哎呦我真的是 蛮感动的 所以说儿子是一个特别贴心 能够体会到妈妈内心的好孩子 因为 因为我也是做妈妈的人嘛 我特别能体会你的心情 就是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能够放弃梦想 就是专心地陪伴儿子 看着他成长 那种感觉虽然辛苦 但是你会有一种幸福感 充斥你们的内心 就特别的满足和充满 哎呦对的对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跟他做任何事情 我不会觉得自己很辛苦 我总感觉 只要我儿子在我边上 我真的很开心 确实妈妈这些年的付出 这些年其实自我的牺牲 没有白费 有这样的一个好儿子 她理解 我觉得这就最重要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迎来了 中国华语乐坛 八十年代的田歌皇后 仲晓萍 掌声有请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 流浪 远方 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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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清流的消息 为了山间清流的消息 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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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有 未了夢中的橄欖樹 橄欖樹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 那 接下來 鐘阿姨 您將迎來我們當前的類主 有请赵军 接下来开始我们这一轮的投票 让我们有请曹颖 刚才赵军的演唱 我就觉得情感特别地到位 所以我特别地喜欢 可是妈妈演唱的时候呢 这首歌静静地站在那里 也能够唱到我的心里 我想同样作为妈妈 我希望能够支持妈妈一票 好吗 赵军 小平老师你好 说到歌曲上赵军的报答 我觉得会比您的这首 橄榄树更能够感动我 我随意把粉的票投给你 听钟老师唱歌 就让我想到了 以前的那个老电影的插曲 真的是特别完美 但是作为今天的这个比赛 从作品的难度上来说 我觉得可能报答的难度 要大于这个橄榄树 所以我还是要支持一下赵军 非常抱歉 钟老师 我把这个反对票投给你 其实呢 我觉得 在越战越远的舞台上 每一位站在这儿的 都是强者 今天赵军 其实我觉得你唱得还是不错 我只是提到了一个个性 刚才两位老师的 对您的评定 我也很赞成 但是钟老师今天的他的歌曲 是走心的歌 植入我的心扉 我希望赵军能够理解我 好吗 我投你的反对票 加油 这两位没得说 都是非常优秀 赵军他从前一次 到这里来比赛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也是经过了风风雨雨 他的付出和他的所有的能力 他今天站在这里 太不容易了 心里面我会投钟老师一票 投你的支持票 但是呢 今天这样的一个状况 让我们一起 作为我们作为老的一辈 我们去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好不好 谢谢钟老师 让我把这反对票送给你 在这里我宣布 赵军 手泪 成功 请召唤到内主区 我觉得钟阿姨永远是 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前辈 掌声送给您 也希望阿姨有时间 再来我们的越战越游 好吗 谢谢钟阿姨 本栏目由节能冰箱领导品牌 荣生冰箱 独家获名播出 荣生冰箱 质量保证 今晚的决赛 还有最后一位选手 没有登台挑战 你其实是第二次上央视了 对吧 第一次08年 我们一家人参加了 神州大舞台的录制 那后来现在全家是一起 经常出去演出吗 现在没有了 因为 妹妹去年 因为意外 坐在悬崖边 就掉下去了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以前我的家庭 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后来爸爸妈妈 被骗入了传销 因为那些债务 我出去努力赚钱了 没想到 钱是赚得了 但是我最爱的妹妹 人没了 所以现在 想的就是 一家三口 永远地在一起 让转面 距离的谎话 杨凡 你好 杨凡 你好 你好 上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了解了妹妹学习很好 以719分的成绩 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 之后 家庭出现了很大的变故 先是爸爸妈妈 好像受到传销的欺骗 经济上 包括夫妻感情上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从那一刻起好像全家人 都不知道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前进了 一家人的联系也很少 直到上一次杨凡来参加我们的乐战运勇之后 一家人聚到这个舞台上 好像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对 一家人现在都比较和谐了 妈妈的年底就要回家了 然后爸爸我们这次决赛呢 他一直为我的决赛歌曲做伴奏 前几天晚上都没睡觉 一直在给我找歌曲 所以非常的感谢我的爸爸 虽然说妹妹走了 但是家里也多了一位 陪我一起照顾爸妈的人 你说多了一个人是谁呢 是我的女朋友 我前段时间刚刚跟她求婚成功了 然后也即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哎呀 祝贺你 谢谢 能跟我们讲讲 跟女朋友怎么认识的吗 我和她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了吧 因为和她从小认识 已经十一年了 我妹妹离开那段时间 我非常的消极 她陪着我一直鼓励我 只要我跟她说我心情不好了 我委屈了 不管再远 她都会从学校请假 过来看我 因为做传销 家里签了很多载 她经常也会问我 但是我没有跟她说 因为我怕她担心我 找各种理由 给我发个小红包 支持我 所以你对这样一个好女孩 你要好好地珍惜 把握她 然后我特别希望 接下来你们再也没有那些苦难 能够幸福快乐地过一辈子 谢谢我 她今天有陪你来吗 有 咱们把一家人请上舞台吧 好吧 杜菲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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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老实话 我也有一点小担心 就是在她那么困难的时候 家庭条件当时是这样的情况 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你还依然跟她在一起 会不会担心你或反对的 之前我的爸妈还是反对的 但是她看到我这么一直努力 我相信她相信我的眼光 但是我相信正是你的出现 你的陪伴 帮杨帆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是最重要的 叔叔阿姨对这个未来儿媳妇满意吗 频频点头 你说这个乐了 你说儿媳妇乐 满意 特别满意 这个有计划吗 什么时候办婚礼 因为我现在就特别想有个家 所以可能明年我就会和她结婚了 然后就创建自己的小家庭 抓点紧吧 下周日你看怎么样 这个杨帆比你这个杨帆还着急呢 因为我上次在节目现场 我感觉还挺明显的 阿姨这次登台比上一次笑容要多一些 我相信一家人聚到我们的舞台 也是对杨帆来到乐战运 争取全家人团聚的最好的一个回报吧 老爸给儿子鼓励一下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你不管结果怎么样 你用心地去完成整个过程 你就是成功了 所以希望你加油 加油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她 哇太好了 我好羡慕她 受伤后可以回家 让我只能 让我只能孤单的孤单的寻找我的家 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 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 伤痛的孤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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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心灵 让我 又温暖的家 在节目的最后时刻 让我们再次请回内主 有请赵军 有请双方步入我们的梦想挑战区 最后一轮的反对票 让我们首先有请音乐人郭峰 赵军 我觉得你有相当的天赋 你的声音真的没得挑 有可能就是对作品的细致的处理 有可能还需要去更多的加强 杨帆在我心里面 今天你是最棒的 你能够把一首完全没有期待的歌曲 唱得我们热血沸腾 真的特别特别棒 所以我把一个支持 我今天送给你 也希望你的未来越来越好 也同时也送给赵军 也希望你的事业能够越来越辉煌 但是很遗憾 今天我把反对票都给你 继续加油吧 好吗 杨帆他有技术 高位置的共鸣 和你大线条的抒情 那浓力的掌控 非常牛 赵军其实真的也很棒 如果再加入一点戏曲 那个味儿就更棒 您加油 还是投您反对票 杨帆 唱的这个《我想有一个家》 的确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的想象 我没有想到 他把这样的一个歌 能够处理得如此之细腻 而且他的技巧 他的演唱 他声音的张力 能把这样的一首老歌 处理得这么有新意 这么样的吸引人 所以我把这个反对票 投给赵金 律师们 先生们 此刻有一首歌 可以代表我的心情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 今晚的金话筒的获得者是 杨帆 今天来建政 幸福 降临的时刻 有请我们的金话筒 真的不知道是灯光的原因 还是金话筒的原因 太谎言了 杨帆 请发表获奖感言 感谢电视机前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苹果老师 谢谢 其实最重要的我还是 谢谢我的爸妈 还有我的女朋友 谢谢你们 下一季 越下越勇 为梦畅想 再见 这是梦想的古代 谁能比我更精彩